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贵州 四川 陕西等地 形成几万里 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 暂时存放在南京水溪门内的朝天宫 这就是当时保存文物的库房 我们从这张照片中能看到当年文物保存的情况 然而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一年之后 这些国宝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颠沛流离 而且这次是飘洋过海 1948年11月10日 在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东文浩的家中 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由于当时时局非常混乱 为保护文物 与会人员一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 一个多月后 五个机构的第一批文物 登上了十项台湾的中顶号 1948年12月26日 中顶号在海上颠簸了四天 终于驶进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基隆 这些珍贵的文物就此登上了台湾这片土地 位于台湾省台中市 有一个叫北沟的小山村 1950年4月6日 这里盖起了三间用砖头盖成的库房 用于存放飘洋过海来到台湾的故宫文物 1957年的春天 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 又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 占地仅有600平方米 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 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这座陈列室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 进行公开展出 1961年的春天 存放在北沟的253件文物 被送上东去的轮船 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 让大洋彼岸的观众 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借展 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 为台湾提供资金帮助 用于修建一个更加正规的博物馆 来收藏这些凝聚着东方文明的皇家珍宝 2008年 我们有幸在台北著名建筑设计师 苏泽的家中 建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原土 新的方案源自于设计师 对于古代器物的联想 在占地20多公顷的面积上 这座由中央大厅 四周画廊 及四余小厅组成的 中国古代名堂式的建筑 最终构成汉字中一个对称的弃字 皇室宫殿式的设计 是为了让参观者 联想到建筑内展示的 都是来自皇家的收藏 正门的凹字形 沿袭北京故宫五门的形制 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 绿色琉璃瓦岩墙 与中央的路顶呼应 更增强了整个建筑的传统色彩 1965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40年之后 台北故宫博物院 终于在台北郊外的山谷中建成 来台的3824箱珍贵文物 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险阻 跨越漫长的旅途之后 最终被安置在博物馆后山的库房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年11月15日 2 ese影响 5年11月1日 4日 稍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